今年的台北國際烘焙季設備展 吸引許多人潮參觀 有業者展示自動化生產線現場製作肉包 從一開始的麵團到自動包入餡料、成型 吸引眾人的目光 我後面生肉這套設備是屬於比較自動化的產線 那這次展覽的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設備的名稱簡稱叫MCCS 就是所謂的模組化的設備 它是針對一些大廠或是一些產能夠大 然後地方足夠的話去做一個整場的規劃 那基本上我們生產的一些項目 像譬如說包子饅頭、麵包 還是說一些老婆餅、可頌 跟麵團、麵粉有關的相關產品 都可以用我們這套設備來做一個自動化的生產 那今天就是說在展會表演的是我們自動化生產這個肉包的部分 那我們也是會因應讓客戶端能夠知道 原來這個產品用設備做出來 相形跟手工比較起來 它不亦遜色就對了 它不會輸給手工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設備來講的話 它是按照SOP流程在生產的 因為它是有酵母的東西 所以有酵母它會隨著你的溫度改變 會影響到它的真好第一顆跟最後顆的一個差別 所以那設備我們在一個麵團它是有一個時間性的 我們必須可能在10分鐘或15分鐘去完成這一塊麵團 確保它第一顆跟最後顆是一樣的 這是我們主要的一個優勢在 那相形速度來講的話 我們最快可以達一秒鐘兩顆 一秒鐘兩顆 所以它的產能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們設備也是主導說防手工的一個做法 其實像早期手工做法都用木棍在擀面 擀面的話就是你會看人家 一般店面是手擀的那種做法 那我們就是仿效這種手擀的方式 用我們的輪子12道形形輪像擀壓的那種做法 防手工去做到那種手工的效果 像台灣的麵粉一包是22公斤一包粉 那我們當然是應用看你是攪拌機 現在麵粉一定要經過攪拌機攪拌嘛 那正常外面店面室在做的話 都會用一包至兩包的攪拌機在攪麵團 那一個麵團如果用設備來講的話 我們會抓在一包粉是 比如說10到12、3分鐘之內要完成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發酵的一個時間 那發酵的時間它有關係到你的溫度 所以春夏秋冬它的溫度 取決說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去確保麵團不會太過於發 你發過頭的話 你後面蒸起來那個效果就會差很多 就沒有想像說那麼黏密或是那麼Q彈 所以要有一個時間性 那設備的優勢是說就可以控制那個時間 哪怕你今天一分鐘是一個 我也可以做到兩秒鐘四個 Double上去 還是那個時間去完成這樣 透過自動化設備 除了確保每一個產品的品質穩定之外 也可以因應疫情而造成的缺工問題 早期我們從1972年創立到現在 剛好今年是第50個年頭 那早期來講的話 因為像這類的傳統的一些產品 就是手工居多 那手工的話有時候 可能客戶會考量到現在人力的問題 或是說像現階段疫情 人工不好勤 所以會傾向用設備來取代人工 那我們銷售的一些對象 像一般想要自行創業的 還是我們自由說 你像台灣很多大廠的 有足夠的量像義美 統一這些也是相對 都是我們的優質客戶 所以他們是為了 最主要還是因為 設備來講的話 主要是也是要有量 單離產量用設備的話 會比較控制的比較合適 那因為你手工 你再怎麼樣 一個人還是兩隻手啊 所以說你說 要把它規模做到其實是有限 那你有限的話 想要擴展的話 還是要用設備來取代 能力這個部分 因為這是未來的趨勢嘛 慢慢慢慢 因為現在人工不好勤的話 你沒有用這個設備來取代的話 我不敢說會不會被淘汰 但是你量做不起來 你可能只可以維持現況而已 有限 但設備它可以幫你 你今天哪怕今天說 我今天做一萬 我明天做兩萬可不可以 可以 設備速度你可以去做調整 而且你也不需要去煩惱說 我今天到底有沒有師傅來幫忙說 把這個東西今天要做多少 如果今天請假那怎麼辦 設備你一開 它就可以馬上做的 我們還是取決說 你今天用設備 就是要有一個量 你用設備就比較滑得來 那今天可能 或許他會認為說 我今天花了一個設備 我多久才能夠回收 還是說我要做多久 我量才會回來 當然 客戶端也要有一個衝勁在 說他今天開了一間 以後是不是打算開五間或十間 如果有那種 就是說POWER來講的話 他可以購買這個設備 一台設備可以供應五間 十間二十間 甚至加盟店 來做一個就是說量產化的一個規模 相對他如果產品有到達那邊的話 他自來而言產量會越來越高 楊振機械總經理黃振達說 很早就觀察到自動化是一個趨勢 公司創立至今五十年 目前許多食品大廠都是他們的客戶 因為我們公司至今成立五十年 那台灣來講的話 一些大廠知名大廠 基本上都是我們客戶 就剛剛有講的比如說 義美、桂冠、統一、奇美這些大廠 基本上都是我們的優質客戶 那我們銷售最大中來講 就是東南亞這一塊 亞洲這一塊 因為我們東南亞基本上都有那個代理商 這邊的市場對於我們的 其實我台灣這邊的主要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做外銷居多 那今天看到的可能是 在台灣來講可能是包子饅頭居多 你像我們在東南亞 就是屬於麵包啦 酥餅的這些產品居多 那另外我們中國那邊是 設廠站那邊是針對中國的市場去做銷售 技術層面其實在台灣 我們如果以台灣來講我們算最早的 我們算最早的 那相信之下競爭對手有沒有 有也是有 但是是沒有幾間 沒有幾間 但我們敢說我們是算最早的 從過去的手工生產年代 進步到自動化生產 甚至可以規劃無人工廠 讓人看見台灣業界的研發精神 與創新能力 不斷前進 讓生活更便利美好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